今天我醒的比较早 一早就听着大雷下雨哗啦啦 所以明显的就知道 今天会是一个非常拥堵的一天 果不其然 上海的今天早晨上班时间 堵成一团粥 地图上面显示的这个红色拥堵到处都是 所以今天早上一上班就堵成这样了 当然也说明大家都比较爱感敬业 虽然是放了一个长假 但是第一天上班仍然是准时出发了 但是却都堵在路上了 这也没办法 所以这样的打雷竟然还上了热搜 成为上海市民广泛关注的事情 比较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三天 也就是明天后天的上班日呢 仍然会是这样的 大概早上的时候会形成强对流天气 打雷下雨 那你堵在路上了吗 是什么次就想amiento that 咱说你是什么想要啊 再看了